重磅 中国稀土具无霸要来了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2月6日 在港股整体走弱的时候 中国稀土确逆势大涨 一度超18% 截至收盘仍上涨16.88% 消息面上 据报道 在和美国关系紧张之际 中国将合并三家国有稀土矿企 成立一间世界最大的稀土公司 以维持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该消息分别得到干州稀土集团 五矿集团的确认 五矿稀土9月23日晚公告 中国里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干州市人民政府等 正在筹划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目前 国内稀土开采 野链分离指标主要掌握在六大稀土集团手中 根据金属行业分析师团队的分析 此次整合将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部 清稀土或形成以北方稀土集团为主体 费额占比超过90% 南方中重稀土以新型中国稀土集团为主 预计配额也将超过90% 形成一南一北的格局 这将进一步提高国内稀土资源在全球的溢价权 随着新能源车 锋利发电的普及 对于稀土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据公开资料显示 稀土被广泛运用在农业工业领域 而在军事领域 稀土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随着中美关系恶化 美国十分担心中国将这样的战略性资源严格管控 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 于是 美国商务部今年2月 开启了一项稀土供应链的审查 肖亚竟表示 稀土是一个战略性资源 发布条例主要是根据稀土长期发展的战略和市场需求 以及我们在实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让我们来看